你知道 黃聚雄不在戲 有一句話叫 是呀 我們要命呀 混亂說不靈呀 就是說你很多事情 不是我做不得到 時 欲 命都要到 現在台灣很妙的是 我們卻到了這樣的一個核心 我們跟美國現在關聯這麼重 而且更妙的是 在AI世代裡面 扮演三個非常關鍵角色的 包括黃仁修 包括蘇智峰 包括梁劍厚 剛好都是台灣人 對 沒錯 是讓台灣能夠在今天 成為所謂的AI世界裡面的中心 其實真的是有天時地利人和的 這個各種原因 天時當然是美國跟中國的 大對抗之下 美國需要一個代工 或是需要一個工業的夥伴 那當然就是台灣 那命運的AI時間點 剛好來到這個時候大爆發 再來就是說人和是什麼 這個AI的幾個人都是台灣人 所以等於是 剛好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完全match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韓國會說 他被排除台灣 因為他三個一個都沒有 對 那我們就講 黃仁俊當時想到什麼 我要找供應商 我就想找台灣的供應商 我就找台灣的台積電 蘇智峰也是一樣 蘇智峰為什麼把AMD打掉重鏈 我幹嘛 我也是完全的跟台積電合作 你說最關鍵的是 梁建厚 這個雖然我們並不是熟悉 這也是你們嘉義人 梁建厚對台灣的感情更深 梁建厚說 他不但是說我要台灣的供應鏈 他當時還是要想方設法 回到嘉義去投資的 對 沒錯 這幾個人都會跟台灣 都有非常大的淵源 黃仁俊 如果沒有台積電的幫忙 沒有張總謀幫他 他可能就不要今天了 AMD也 蘇智峰也是一樣 他其實拯救AMD只有一招 就是把他金元代工切出去 然後AMD就下單給台積電 整個技術就起來了 另外梁建厚也是 梁建厚在台灣長大之後 後來去美國念書 1993年創了美超委 你看他1993年創美超委的時候 寶貞你知道什麼時間嗎 因為輝達也是1993年成立 他們兩個公司是同一年成立的 然後兩個公司就在附近 所以一開始黃仁俊的NVIDIA晶片 沒有人信他的時候 梁建厚就說我相信你 所以兩個是從一開始創業 到現在的夥伴 所以你看他們兩個昨天 在台灣的這個會場 他們兩個是互相虧來虧去 他們兩個是完全看起來 就是好像是兄弟 好像就是很熟很熟的朋友 然後在台上用什麼中語 中文台語還有英文 所以你說人不清土清 因為有這個土清的關係 他們在美國才有那樣的淵源 對 那因為他們都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就當然這一次完全就 這個灌注在台灣的這個身上 尤其是你剛才提到 這個美超委的這個梁建厚 那梁建厚目前為止來說 他當然是因為他現在 整個就要以台灣為中心 尤其是這幾天的時候 他跟這個日月光 還有中華系統整合 還有美超委 他們準備要打造 在高雄打造一個新一代的 這個水冷散熱的這個資料中心 所以等於是說 他把這個美超委的技術 用在日月光準備在這邊 弄一個資料中心 然後把這個水冷技術給他導進來 所以說不是NVIDIA在高雄 要弄的一個AI算力中心 對 現在這個美超委 也要在高雄弄了一個 水冷散熱技術資料中心 他的技術 然後跟日月光等等合作弄出來 所以事實上現在整個版圖 是完全就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以目前為止的 整個高雄的版圖裡面來看 你看目前為止 TSMC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日月光 然後包括說愛斯摩爾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的這個偉創 然後富士康 NVIDIA 這個運算中心在這邊 還有這個相當多的公司 全部都在這邊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高雄已經變成是一個 AI的這個版圖都越來越清晰了 所以它有兩大塊 一個在左營南 在左南區 一個在亞灣區 兩邊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對 左營左南區來說 主要是半導體聚落 然後在這邊來說 主要是AI聚落 因為高軟就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整個 兩個版圖呢 是對高雄的發展相當相當是有利 好 那除了高雄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嘉義 為什麼嘉義 就你的家鄉 對 因為梁建厚 梁建厚這一次 他已經準備了 已經跟這個 這個翁張良 嘉義縣縣長有通過電話 然後兩個可能還會在見面 為什麼要見面呢 因為第一個 梁建厚他就是我們嘉義人 地驚人 地驚人 對 主旗人 那主旗在什麼地方 主旗就是說 如果你往嘉義市 往這個我們的林森 林森東路騎過去 往山上去 那就是在地驚 所以他以前住在地驚這個地方 然後他說他小時候 念書的時候 還要如果當時非常辛苦 要走十幾公里才能夠上學 那後來呢 上學之後沒多久 他是一路苦讀 後來到美國去念書 然後在美國創業 聖和西創業 所以他就說他其實 後來一路發 他這個公司開始發展的時候 他現在在台灣有一個桃園廠 但是根據這個 翁張良縣長的說法是說 他原本要來嘉義的 馬仇後設廠的 原本不是在桃園 他一開始回來 就想回去嘉義 就想到嘉義 就要買斷30公頃的土地 但是當時的這個土地不足 然後再加上說 這個梁建發他只買不租 就是他的弟弟只買不租 沒辦法沒借這個台塘土地 然後就作罷 最後選在桃園設廠 所以就知道事實上 他們梁家是真的很想要在 這個嘉義設廠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台灣人都是這樣 這個工程明舊的時候 就想要落地生根 想要再回家鄉去 去這個所謂佈局 所以未來來說 他非常有可能會在嘉義的 這個工業園區裡面 設了個第二座廠也不一定 馬仇後工業園區就在這個地方 在埔子的旁邊 在長根科技大學的旁邊 對 目前是這樣 但是這個馬仇後在這個地方 然後包括說高鐵在這邊 所以原本要在這個地方 那未來呢 未來包括說像我們台積電來說 也準備在這個地方設廠 所以現在整個泰寶啦 或是說整個埔子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未來可能有非常多的 這個工業鏈都會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嘉義線的發展 當然會非常非常的令人期待 好 Kevin 我們昨天講說 台灣的廠商真的身段非常的柔軟 而且我們完全以客戶為尊 所以就講到了華碩 華碩想講你今天不管是AMD上台了 不管你是intel上台了 不管你是高通上台 我都拿著這個所謂的 新一代的AIP上去 等於任何人我都可以為你服務 任何人我都可以把你打造了一個江山 你說台灣這種 我們這種供應商的柔軟的程度 彈性的程度 還有能夠大規模生產的程度 到現在竟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的 我這個就是看到最感動的就是說 能夠有像黃文勳這樣的一個人物 英雄號召大家一起來工程掠地之後 我還看到一個 我們台灣話說 對就是說大家只要你有能力 當然前提是你要有能力 只要你有能力 我當然第一個先考慮到說 人不清土清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還有像黃文勳這次的 這個整個的一個 這個整個的一個召喚起來 我們台灣原來本來有一個產業叫做 像機密工業 這個工具機 就是做機器的零組件 大家感覺到好像很不起眼 大家可能不清楚 我今天就是他也是一個台灣人很合作的故事 叫做核春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核春這家公司 我說給各位聽 核春這個董事長張永昌博士 他是本土的這個機器人的一個 一個等於說本土機器人之父 那他本來是1980年做貿易起家的 後來他不斷地從貿易做成零組件 關鍵零組件 就滾珠裸桿線性滑軌 包括了什麼這個所謂的一個加速器 差速器 這些都是所謂工具機器件的一個零組件 後來變成怎樣 跟工業員合作這個所謂的機器人 那他在他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打入了這個台 台積電 像明基聯電的這個工業 他在2020年的時候 聖誕節的時候 他自己知道他肝癌已經不久於世了 對 他就趕快去找了他的好朋友 叫做陳天仲先生 那跟他聊了六天之後 他就已經先逝了 然後陳天仲 這位陳天仲先生 大家知道他是什麼來歷嗎 陳天仲先生他曾經當過 中國HP的總裁 HP大中國的總裁 當過德州儀器亞太地區總裁 當過郭台銘時代富士康的副總裁 那也就是說他退休的時候 沒想到這個老朋友召喚之後 他就把這家公司接起來了 對 就是基於 所以他在往生前的六天找到陳天仲 把托估把自己的事業交給他 對 你把人說托估很好 因為他就很擔心說他這個公司營運 有些問題啊 誰能夠把他處理起來 他就找了之前在洪海跟富士康合作時代的 這個認識的陳天仲 把他接手起來了 結果呢在這個地方大家知道嗎 其實像這個我每次去看這個所謂的一個核春之家公司 我每次去看都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成長 都有一個很大的成長 譬如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個在我們在那個重慶南路 這個城隍廟外面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全家便利店的示範店 對 疫情之前就有了 我曾經本來有一段影片是我自己 那個拍的 那個機器人你只要拿一個那個QR Code去 他可以幫你這樣泡咖啡 泡完之後他自己手還可以把那個門輕輕的打開 然後轉身回去把那個機器把那個咖啡推出來 對 輕輕的他可以夾起來輕輕的推到你的 推到你的這個 機器忍充咖啡 對 索羅門在很多年前我就說在展覽上面 我就看到他可以用幫那個所謂的鞋子啊 運動鞋穿鞋帶 我那時候在東森體系我就說 哇 資料公司以後一定不得了 他做不出機器的手背 他做出機器人的眼睛 那何春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說他很想想 他不必去跟人家拼大型機器人 他跟工研員也合作 像廣民這種協作型機器人 他這個所謂的機械領主建材 保證我們台灣是不是地震帶 對 既然全世界包括台機器要設廠 全世界這個大廠要設資料中心 在台灣那地震是不是很 當然 抗證的東西對不對 那地震一來啊 那個晶片晃一下還得了 你晃個兩秒鐘 量率不少 幾十億的晶片可能要報銷掉 你知道大廠都要有個東西 隔證設備 要在機台下面隔證設備 河春很早以前就有在做這個隔證機台 所以像台積電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這種隔證機台也是河春的 這個所謂的獨門生意 那包括他還有 所以你的機器手背如果很厲害 可是你少這個隔證設備 我也不可能跟你買 對 那我做我機器手背 我不必做像四大家族那種大型的機器 我做那個協作型機器人 我下面再加一個可以移動的車子 就像這次 我為什麼看這個感染很有感 因為這次就是工業自動化 我加一個所謂的可以移動的AGV 就是可以移動型的機器人 像河春就是把這個改良之後 譬如說在餐廳裡面 可以來做餐廳飯店之類 可以一層一層自動的去送餐 自動去送餐 像這種機器人的應用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彈性 那再加上什麼 譬如說以他陳天仲這個故事 陳天仲跟這個張永昌博士 之前有之前機遇舊的情誼 可是第一個時間有合作的機會 或是有事情可以來拜託的機會的時候 我們台灣又可以發揮這種所謂 互相感情的機會 我覺得其實在這一次Compute Test 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一個成功的範例 好 玉鳳 剛才講 現在這個機器人沒有想到 因為這次NVD加入很多的AI工夫 感覺上有一種那種大爆發的感覺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過去我們講說機器人到底什麼時候 會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面 答案是現在 現在都已經進來了 Nava是什麼 Nava就是我們現在手機常常在用Line的母公司 所以你看訊息來訊息去 他們一直走在訊息跟資訊的前端 他現在來說的話 在他們的公司裡面 加裝了100台的機器人 而這些機器人叫Luki Luki他有什麼 還有輪子 然後呢他其實你這樣看下去 非常忙碌 為什麼忙碌呢 因為所有的工程師進來之後呢 都需要去買一杯咖啡 買一杯茶 可是時間緊迫 我不可能自己去排隊嘛 你就直接設定 你就要你的Luki去 然後他就幫你自己去排隊 然後呢去買了咖啡 然後回到你的座位上來用 以前你所有的文件 你都必須要自己傳送 現在不用 現在Luki會幫你來傳送 然後呢 這還有更有趣的是 這是一家公司 對這家公司 好在過程裡面 他整棟大樓裡面 所有的3D立體圖 都在這個你的Luki裡面 所以呢 他會看看哪邊排的比較多人 我就去另外一邊 然後呢哪邊要等電梯 我就去另外一邊 我就不會跟大家塞在一起 所以用最快的速度把你的咖啡 把你的文件 把你的包裹全部都送來 甚至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在送咖啡 那有時候打翻怎麼辦 打翻了 以前不是要叫掃地阿姨來嗎 然後掃地阿姨 我現在在頂樓 你這個36樓要等我一下 不用 還有另外一個雙人的機器人 雙手臂的機器人 他可以過來幫你打掃 他可以打掃 所以他把所有東西 就是這個雙手臂機器人 如果你弄髒了什麼東西 我就過來幫你打掃 以前你要做的雜物 你以前要拜託別人的事情都不用了 反正機器人會一次幫你搞定 可是你就要想 那為什麼這機器人會這麼厲害 其實這些機器人上面都有一朵雲 看不到的雲 有個5G的雲 所以每個機器人在行動過程當中的時候 都會把自己的路線上傳上去 所以其他的機器人就知道說 這一層有幾個機器人 然後過去的就是機器人 這是第一代的機器人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畫面 這些人一起來點餐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一個文字 你要日文的 泰文的 中文的都可以 甚至它可以一起跳舞 因為我們要講 日本是也有老話的問題 所以日本老話 他們就說在日本的這個澀谷 有一個咖啡廳很妙的 就是你看到有很多是 老先生 老太太在那邊 然後一個機器人在旁邊 可以陪你聊天 陪你這個時候 陪你聊天 陪你講話 他會跳舞給你看 對 這件Paper來講的話 他可以跟你聊天 然後慢慢地教你 甚至他就一群機器人 一起跳舞給你看 所以這個來講 也是另外一個運用 剛才講 這個AI的運用 今天NVIDIA 居然去跟一家公 你非常熟悉的長根集團 對 要跟長根集團合作 之前我們想到 黃仁峻曾經講 你不要再去學習什麼coding 不要再學習什麼計算機了 你學習所謂的醫療 現在這個NVIDIA 也要跟醫療合作了 是 我跟你講 事實上現在大家在討論 這個AIPC AI伺服器 但是我們之前的科技部長 陳良基講過一件事情 他說在AI世代來臨 你知道什麼樣的人 會賺錢嗎 擁有數據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把這個數據 透過這個AI 丟進去的話 很多的進行相關的分析 就會全部跑出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 你說利用AI賺錢的人 是 所以你現在看到 NVIDIA竟然做了一件事情 他竟然派他們的一個 副總裁 去跟長庚林口的長庚醫院 進行拜會 為什麼 因為誰擁有最多的相關的數據 醫院醫療體系 所以他們現在原來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 他們已經默默 長庚林口長庚這邊 已經買了好幾台 他們的NVIDIA相關的伺服器 進行 你知道他們可以訓練到什麼地方嗎 長庚已經跟NVIDIA合作了 你知道他們現在已經開發 好幾種所謂 未來AI的一個服務 第一個語音服務 他所謂語音服務 就是說你可能只是很 就是說我要弄誰啊 我想要預約哪個醫生什麼的 未來他們要開發說 這個醫生那天很滿 你要不要約別的 另外一個醫生 他的專長是什麼 變成你可以 幫你轉介 可以幫你轉介 而且會視你的需要 進行相關的輔助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厲害 就是所謂的血檢系統 什麼血檢系統 就是他會變成有一套的 可能是機器人或什麼 然後呢就是說 現在這個病人呈現什麼狀況 血檢 然後那個機器人就會回答你 那你可能要檢查什麼什麼 所以這個病人 他才會什麼 他的血壓變低或血壓變高 他變成是一個 諮詢功能 諮詢功能 然後就可以隨時跟那個血檢詢問 然後呢第三個 就是說剛剛提到的 他會送餐啊 或是進行檢驗的服務 就是一個機器人 但是這個機器人 當中檢驗的服務 事實上對他們整個 未來AI世代來講 應用方面算比較淺的 第四個 我個人認為最厲害 而且這個最 最重要的是這一個 也就是協助醫生問診 什麼意思 譬如說我現在 可能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有一些洗肉對不對 他可以透過 譬如說丟30萬張 過往二三十年 所有長根醫院 有這個洗肉的 相關的病人的一個 畫面或者是資料 透過這一次AI之後 發現說你這個洗肉 你可能幾年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可能他建議 你要怎麼做 那個以前我們有什麼案例 會變成把這個AI的系統 透過他們所有相關的數據 一起幫你比對 一起比對 然後訓練它 然後可以幫你 預測檢驗 你現在有的這個疾病 未來可能演變的形成 而協助醫生 做出最好的判斷 所以他們就說 未來擁有這些資料庫人 才是有可能發揮 而且賺到最多AI商機的人